全國 第三輪經濟紓困方案 誰將獲得1,400元的支票 今天眾議院繼續推進 1.9萬億元的新型肺炎紓困救濟計劃 究竟民眾是否有資格獲得這1,400元的直接支付呢 就目前來說 簡單的答案將會是 如果民眾在上一輪就獲得 直接發送的紓困救濟金 這次同樣也獲得這筆錢 雖然這個紓困方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但情況也有可能會改變 目前的計劃 將符合資格的人士 收入門檻 定在與上一次 直至發放600元津貼時是一樣 如果年收入在7萬5千元或以下的人士 將獲得救濟金額1,400元 年收入在15萬或以下的夫婦 將獲得2,800元 當收入超出這些臨界點時 獲得的金額將會減少 按照目前的計劃 年收入10萬元或以上的單身人士 和年收入20萬元或以上的夫婦 可能無法獲得任何紓困金 共和黨領導人甚至部分民主黨議員 都提議降低收入的臨界點 以確保這個計劃是針對最需要幫助的市民 天下維視記者 李嘉儀報導